台電年初才宣布招考一千多名人員 現在經濟部又公告 今年10月將辦理四大國營事業 新進職員徵事 包含台電起薪約4萬 台唐中油約3.9萬元 而台水起薪較高大約4.1萬 還行啊 因為最低薪資不是2萬多嗎 所以如果變成商倍的話 感覺還不錯 我覺得4萬1還是有點困難吧 因為台北的物價畢竟也是很高的 想不想捧鐵飯碗 民眾看法不一 四大國營事業 這次偵才包含氣管68人 機械88人 電機238人等 一共招考640人 加薪的幅度 不會像同樣工作類似的 民營企業要那麼有彈性 疫情解封後民眾搶出國 淘機公司統計 今年第一季運量高達654萬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加22倍 淘機近期將招募46人 是近三年最大規模招考 年齡不限 甚至部分職位不需要相關經驗 其中薪資最高的就是管理師 起薪將近7.5萬元 工程師起薪也有6萬 另外專員起薪將近5.4萬元 開出優渥薪資 就是為了搶人才 季爾 楊氏絮廣越方 台北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東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並開啟小鈴鐺喔